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要以他当作口 他要以你当作上帝 你手里要拿这仗 好行神迹 从八岁开始 丽莎就有口吃的毛病 自此他就变得很怕出席需要和人交谈的社交场合 后来 丽莎透过言语治疗克服了困难 并且他决定用自己的声音去帮助他人 于是他就成为电话热线的辅导义工 帮助那些有情绪困扰的人 同样 刚才读到的出埃及记四章十至十七节提到 摩西亦都必须要面对自己不善言辞的难处 以带领以色列文脱离为路之地 上帝要摩西向法老传达他的旨意 但是摩西就不肯去 因为他认为自己不是一个能言善道的人 在第十一至十二节 上帝就反问他说 谁做人的侯呢 并且上帝向摩西保证说 我必赐你口才 只教你所当说的话 上帝的回应同时也提醒我们 即使我们有软弱不足之处 但是上帝仍然能够使用我们来成就大事 而可惜的是 虽然我们都明白这个道理 但是我们仍然是无信心 正如摩西还在退缩不前 凭着祈求上帝宁请高明 所以上帝就让摩西的哥哥阿伦 和他一起去见法老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发声助人 但是我们可能就会很害怕 觉得自己没有能力 又或者自觉才尽慈穷 不能够说出合议的说话 其实上帝知道我们的感受 他会提供我们应该说的说话 和所需的一切 好让我们能够服事人 并且愿性上帝的供罩 感激主的爱 逃避我根深面改 那观现在将来 仍是你与我同在 主的爱难以拆透 没法去形容 主的因点足够我需要 尽管我何等不悔 仍获奸算 走习路却不怕遥远 各位朋友 上帝会怎样使用你的言语 来帮助别人呢 知道我们虽然胆怯 圆弱 上帝仍然使用我们 怎样使你得激励呀 也不答归于上帝 立志土主放弃 仍是主当我全跪 徒靠上帝必不受愧 愿见这一生 全阳见证福音 如明灯照遍退下降 愿靠主得今生 背增主国度国人 愿信搭上猜猜路下 求生命同人 提出埃及记四章十二节 上帝对摩西话 我必持你口才 只教你所当说的话 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祷告主 亲爱的上帝 请你让我明白 怎样用我的声音 来服侍你 祝你 祝你主的我 祝你主的我 徒座我更新变岗 那公年在将来 仍是你与我同在 祝你主的我 祝你爱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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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救救世 祝你爱的上帝 … 好 谢谢你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